将军需要多少兵力 百万之兵 赵王懵了 秦昭襄王迎记的死让赵王坐不住了 欲趁机新兵伐秦以雪长平之恨 然连坡却要百万之兵 可赵国哪来这么多人 对于秦国只能多路进攻 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分散其兵力才能攻破秦人壁垒 昔日的合纵已不可行 倒不如清一国之力奋力一击 良机稍纵即逝 不管那么多了 他让连坡整顿兵马 寡人定要在有生之年 痛痛快快的 剥掉秦这只恶物的皮 吕不韦摊开地图 若赵卿全国之力来攻 就算秦国能胜 亦会损失惨重 倒不如好好地利用一下燕国 燕赵常有边境之争 若是秦燕结盟 赵国必然分兵防御燕国 而秦国需要做的 仅仅是派出使臣游睡燕王 赵国发兵的消息是吕不韦探知的 以燕制赵的方略也是老吕所提 听子楚如此说 营柱对老吕的印象产生了感官 当即采用此册 并让老吕做了子楚的老事 不仅如此 老吕还让人去赵国散布消息 就说秦太子为赢回七二 御兴兵五十万与燕国合击赵国 秦始摇谷不如使命 成功鼓动燕国伐赵 五十万燕军成兵赵国代帝 好义代帝 乃先武灵王费尽金军 赵国将士 浴血凭杀才得到的土地 如今 更是成为赵国之要地 真不可再知 所以此时应当让连坡尽快东进抗燕 至于秦国那边 还是再忍一忍吧 若今日不忍 以后便更无力再与秦相抗 赵王妥协了 夏赵连颇赶往东进 与岳圣奋兵迎击燕军 赵圣前往咸阳与秦国周旋 至于迎一人的妻儿 想带就带上吧 赵姬与迎正回国 最不开心的可就是华阳了 他叫来子楚 问他想离哪一个 子楚没有回答 因为这件事他还从未想过 不过华阳已经替他想好了 那便是厉害逆为正妻 可子楚确实是先娶的赵姬 并且两人还是患难夫妻 他不敢与华阳争执 说还是再考虑一下 华阳也没为难他 只是这件事子楚一天没考虑好 赵姬母子就休想踏入咸阳的大门 赵姬正开心地收拾着行囊 然这时一根根火把扔进了他们的院子 一群黑衣人冲了进来 领头之人正是未来的赵王赵衍和丞相波开 就连申月先生都身中两件 他最后教嬴政了一个道理 深月猛地冲了上去 而嬴政则趁机擒住了赵衍 这时赵盛匆匆赶来 他是真的想给赵衍一巴掌 他差点毁了赵国 深月也终于顶不住了 后面的路他就不能再陪嬴政走了 他提醒嬴政 让他切莫忘记自己该做的事 当秦王 平天下 嬴政的这颗狼心 深月早早地就为他种下了 他们踏上了回秦的路 或许到了秦国 他们便再也不用受委屈了 紫楚再次被华阳召了来 问他考虑得如何了 现在除了赵姬和嬴政 紫楚的兄长嬴戏 可是也被嬴柱给召回了 万一你要是惹你父王不高兴了 这太子可能就要换回他了 紫楚听得出来这是威胁 华阳的意思无非是利涵含尼为正妻 否则他这太子之位可就不保了 本来就是威胁地的路